多运动能够增强抵抗力 对抗病毒入侵身体 新竹县竹东镇中山国小 已经连续三年举办全校的路跑活动 今年选在河滨公园 师生有600多人都来参加 有剑走组还有3K竞赛要比速度 学生是信心满满要跑出健康 枪声响起学生奋力向前跑 竹东中山国小 今天在河滨公园举办路跑剑走活动 严格防疫也要健康运动 那我们第三届的路跑活动 其实是结合户外教育 健康促进体势能 还有环境教育的部分来做举办 那全校的师生大概700人左右 到河滨公园 除了要培养孩子健全的体魄之外 也希望在疫情期间 培养孩子喜欢运动的好习惯 我觉得小朋友从小就开始养成 运动健康的习惯是非常棒的 像台湾现在非常流行 我小时候可以养成这运动奇怪以后 它是一辈子的一个幸福的事 中山国小鼓励学生强健体魄 已经连续三年举办路跑 今年选在占地宽广的河滨公园举行 透过清静自然生态 要带孩子认识家乡 全校低中高年级600多人参加 老师和家长也换上一身运动服 要享受流汗快感 共分为一到三年级剑走组 四到六年级三K竞赛与三K轻师组 预计沿六八快速道路桥下 慢跑樱花大道 去年跑前几名 学生信心满满 说今年也要跑出好前击 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要达成 想要第一名 去年跑得好吗 上次第四名 我喜欢运动 因为运动可以放松心情 然后就是比较抒压这样子 对 今天有没有什么目标要达成 就希望可以拿到前三名 校方感谢爱心企业赞助 让学生跑出健康 途中设有三处补水站 随时喝水 预防过度流汗脱水 迈开步伐 畅快挥汗 也让每位孩子留下美好回忆